现代社会的很多行业,皆由古代行业衍生而来,比如现代的医生古代的郎中,现代的酒店古代的客栈,现代的物流古代的标局。 据现代学者为据显所驻山西票号史考证,标局鼻祖,为山西人神拳张黑武,所设标局字号星龙,位于北京前门外大街,创立时间为清乾隆年间。 说起标局,想必在多数人的印象里,会出现这样一番场景,标诗们各个武艺高强,纵横江湖,出墙扶弱,会在月朗星西之夜,提剑摄衣,月儿灯屋,瓦片无声。 时方月明,渐若流星,去如飞鸟,划过一片血光等等,这是电视剧里的标诗,不是真实的标诗。 标局这个行业虽然身处江湖,行江湖之道,却普遍遵循以何为贵的原则,行为主事从不快一恩仇。 笑傲江湖中浮为标局的林振南曾说过,江湖上的市,名头占了两成,功夫占了两成,余下的六成,却都得靠黑白两道的朋友赏脸了。 所以,古代开门做生意的标局大都遵循,千何忍让,坚守规矩,终成守信的原则。千何忍让。 古代标局走标有三种方式,威武标,仁义标和暗标。威武标是在标车上插一杆大旗,旗上写着标诗的名字。 走标时,将标旗拉至顶上,叫做拉罐顶旗。标手们亮起嗓门喊起号子,或喊出标局的江湖名号,这叫亮标威。意思是让准备接到的江湖朋友掂量一下,觉得惹不起的话,就赶紧让到吧。 走人一标,要将标旗下降一半,打十三太宝掌锤罗,五星罗,或七星罗。意思是都是吃江湖饭的兄弟们,我先自讲身份,希望江湖朋友们,各类英雄好汉们赏个脸,让各道。 其实,古代能开标局的,都是有后台的,例如北京八大标局的会有标局,后面站着李鸿章。但他们走标仍然遵循一个原则,见人三分笑,让人三分礼,指引三分九。原因在于,一不牙地投舌,二伸手不打笑脸人,三是尽量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为的是压标路上的顺遂与平安。 如果沿途遇到强横难缠的地盘,既不卖面子又打不过人家,那就只能悄悄不作声,马摘铃,车打油,再把旗子收起来,偷偷摸摸地溜过去,这就是第三种走标方式按标。 例如清朝末年,走南闯北的标车,到了苍州时,都会扯下标旗,悄然而过,不敢喊标号。这叫,标不喊苍州,否则,恐怕的吃不了兜着走了。 究其原因,武术会宗中有记载,实则苍州一代,最初标师,高人尽多也。 对雇主来说,标局是保佑平安的护身符。 对强盗来说,标局是当着发财的爱掩护。 标师们心里清楚,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,能谈妥就绝不动手,能敬杯酒绝不扒刀,能礼让绝不冲动。 如此才是对雇主最负责的做法,动辄拼命,绝不是长久之计。 坚守规矩。 古代标局多,规矩更多,睡陆有三规,昼醒夜省,人不离船,必会富人,陆陆有三不住,不住新开设的殿,不住一主之殿,不住昌殿,除此以外还有三会一部。 古时候杀路多,标师们经常行走在荒山野岭当中,碰到前不招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要会生火做饭。 走标之路多艰险,常常需要跋山涉水,因此鞋坏得很快,他们还要会编草鞋,会修鞋。 虽然也可以找到集市买鞋,但标师终究还是穷人多,而且磨损得快,所以,标师都要会修鞋。 其次还要会理发,长期出门在外,难免遇到需要拜访的朋友,简单的修理头发从礼仪来说更体面一些。 除了这三会,还有一个不能洗脸。 不洗脸是为了保护皮肤,故事后没有护肤用品,冬天寒风凛冽,洗完脸之后,凌厉的风一吹,脸上如同刀子歌一般。 夏天骄阳似火,洗脸容易褪皮。 每个标师都要会春点,这是最重要的规矩。 春点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讯号,是江湖人彼此联系的一种特殊手段。 译称银语、行话、试语、方语、切口、黑话等。 例如,有钱叫海拉、眉钱叫念拉、上衣叫叶子、眼睛叫招子、心叫定盘色、钱大恋叫蛇妖、一个人叫刘丁。 若是遇到武术高强的江湖人士,春点说对了就会被认为是自家人,能化干戈为玉博,若是说不对,免不了相互切磋一下了。 忠诚守信 古代标局都供奉关羽像,关羽在古人眼里是忠、信、义、智、人、勇的化身。 标局是开门做生意的,而做生意就需要以诚信和仁义为基石,以勇敢和智慧为辅助。 首先为了防止路上贪污,同时保护雇主私密财物,古时候使用的标箱大多是于木戈大制成,空箱修重八十斤,采用防盗按锁,同时用两把钥匙才能打开,大掌柜和二掌柜人手一把。 其次,对于路上遇到的恩怨,标师们大多采取避让的方式,既不愿意招惹是非,更不会将对方赶尽杀绝,因为他们的职责是保护雇主的人身财产安全。 如果真的遇到拼死结标的,标师们也会勇往直前,浴血奋战,信手标在人在,标诗人亡的准则。 最后如约交割,在指定的日期内,将雇主的货物全部完整交付。 查看当初双方定下的契约有无遗漏,如果延误日期,或者路上遗失了货物,还得赔偿雇主。 赔偿之后,很多标局都有可能白跑一趟,甚至会赔得倾家荡产。 随着时代的变先和发展,古代的标局已经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如金坏鞋,高效的物流企业。 从交通工具到沿途设施再到安全保障,现代的条件和古代,不可同日而语,陈旧的规矩也都被历史淘汰,无需继续坚守。 为留下签和忍让,忠诚守信的标局精神,成为当今物流企业为客户服务的宗旨。